这几天引起热烈讨论的特朗普和普京 美俄两国总统的峰会才刚结束 那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有消息传出 两国领袖已经开始计划再度毁灭了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较早前就证实 特朗普已经请国安顾问邀请普京 在来临秋天前往华盛顿拜访 那相关讨论已经在进行当中 究竟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是好是坏 特朗普跟普京是敌还是有呢 那外界是雾里看花 而这几天说话态度反反复复的特朗普 继续让人猜不透 他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美俄峰会2.0即将上演 向来不按牌里出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虽然在接受当地电视台访问时 没有进一步说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事宜 但是他重申 自己是美国历来对俄罗斯态度最强硬的总统 他也放话 要是跟普京做不成朋友 自己将变成对方最坏的敌人 特朗普无视国内舆论 邀请普京到华盛顿再举前缘 不过曾经多次警告 俄罗斯的攻击对美国会造成 巨大威胁的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 似乎被蒙在鼓里 他在出席论坛期间得知这项消息时 表现得相当惊讶 再说一遍 Vladenry Putin 我听到你 对 OK 那是特别的 另一边乡 普京在莫斯科出席活动时 公开赞扬这次的美俄峰会取得成功 两国已经走上积极改变的道路 而他也认为 美国国内似乎有股势力 试图要阻止美俄改善关系 如今美俄成为热门话题 最新一期时代杂志 更以特朗普和普京的容貌 合成一个微妙的脸谱作为封面 记录美俄峰会结束之后 所引发的美国外交危机 而这也是特朗普在一个月之内 二度以争议性的身份 登上了杂志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